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大家天天看电视 看电脑这么多眼睛特别容易干涩 那多吃一些猪肝呢可以说对自己眼睛来一个补偿吧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知道麻油炒猪肝是如何制作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调料部分有哪些 黑麻油 太白粉 猪肝 姜片 米酒 首先呢我们把买回来的猪肝呢先切成小薄片 然后用水把它洗干净 然后拿这个蛋清啊以及这个太白粉把它稍微腌制一下 这样子吃起来会比较嫩一些 然后在旁边烧上水 把这个猪肝呢稍微过一下水不要过太久 稍微煮一下就可以 因为去一下上面的脏东西吧 然后放在旁边备用 然后这时候锅里面呢烧上黑麻油 大家记住一定要用黑麻油 因为这样炒出来会比较香 然后放两片姜片在里面去一下腥味 把刚刚煮好的这个猪肝呢放到锅里面爆炒一下 不要炒得太久 因为猪肝很容易熟 炒一下爆炒一下之后倒上米酒把它煮开 如果您觉得味道不够的话呢 还可以在里面稍微加上一点点的鸡精提一下味道 这样您看这个猪肝颜色变了之后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厨还有什么样的好意见给我们 这道菜一定要选用新鲜的猪肝 最好呢要选上上等的黑麻油 这样做出来才会没有腥味 才会比较香 这就是我们今天教大家做的麻油炒猪肝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资讯呢 欢迎登陆华龙美食网tastypro.com去查询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卫王及华龙美食网独家赞助播出